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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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赦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赵哥开讲 那各位投赦人注意一下 今天开高盘之后 一直在维持在高档震荡 我跟你讲 这是一个假象 这是一个假象 为什么跟各位同志的假象 第一个他用台积电撑住大盘 而且怎么样 早上开出来有些股票相当的强 比如说3131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这个拉上来 宏高还是卖点 3583拉上来 这个地方宏高还是卖点 6442这个拉上来 我跟你讲这个是假象 今天你们不会看盘 你们看着这个冲上来 你们去追高 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怎么样 结佳的卖点 2359这个冲高上来 绝佳的卖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在9点半以前 各位同志的 我们的会员都接到我电话以音说明 我跟你讲 今天各位同志的 你这个地方绝对不要去追高 你要等他跌到多少呢 我跟你讲 会用四种股票杀下来 什么股票呢 高估的设备股 那设备股我只看好怎么样 3587 667 今天这一档股票还上涨 但是我跟你讲 我看好这一档股票 各位同志 这一档股票已经达到满足点了 各位你这个地方要卖 那设备股我只看好怎么样 红康 信文科 那其他的股票都是高估 那高估他得一身费反弹 那你要抢弹 抢反弹 短线锁脚 一定要紧 但是 尽量少抢 而是怎么样 持有的人 等他吉拉你红高先卖 好 第二个重点股今天一定杀下去 我给你讲说 昨天 有没有 你看一下 昨天是不是涨 涨18块 今天丢26块 各位 杀盘 15亿是杀盘 我等一下再解释 第二个股票 第二种股票会撒下 好 第三种股票 这些股票必然大跌 3450 3363 为什么大跌 3081 这些股票必然大跌 你要等到这些股票跌下来 跌到怎么样 各位投资人注一下 跌到23200到23140 我今天在 电话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 我的会员 各位对不起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不能听 你的会员是我的会员 你绝对会听到我的信息 我只会跟你讲 我今天就是一直在等 要买这一档股票 开盘之后 我再挂多少 169块 我就不追 因为这个盘一定要杀到怎么样 23200到23140 那一定要杀 今天我跟你讲说 一定要杀 今天如果是说红 那我跟你讲 明天落实缓弹 缓弹之后又会再杀下来 但是今天如果跌到这个地方 23200到23140 结果最低点跌到23150 我跟你讲 明天会缓弹 而且我跟你议估 明天缓弹可能还蛮强的 因为杀到这个地方 那如果没有杀到这个地方 譬如说说在怎么样 23300 那明天落实缓弹 落实缓弹好 机器人 各位杀 传生上来杀 传生上来杀 杀 1597 杀 4576 杀 这个几个区块全部都杀 而且我跟你讲说 今天钱之苦 各位红海会搭回来 3324会拉回来 3017 也一定会出现 拉回这个弧度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跟你讲 我在这个地方上礼拜五有没有 告诉你 利用台积电公布财报的时候 非常你卖 1 2 我跟你讲说礼拜五 跟礼拜一你利用怎么样 台积电公布 公布华硕位你卖 那你这个地方都卖到了 那隔天高点并没有过这个高点 所以你应该还有一半没有卖 那一半没有卖 各位你就怎么样 持股细胞 但是我跟你讲 你 这个是你上礼拜我卖一半 这个地方又突破新高 你要卖 卖一半可以 但是我跟你讲 你要留一半也可以 你要全部卖也都可以 我跟你讲 我跟你几例说假设你有四张 你这个地方卖一张 这个地方卖一张留两张也可以 那你假设要全部卖 你这一天卖两张 这一天卖两张全部卖掉的 也可以 台积电我跟你讲 你这个地方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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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你有四张 你卖怎么样 两张 那另外一半 还没有卖 那如果你怎么样 你舍不得卖 你要留 二分之一就留两张 那你剩下两张 这一天卖一张 那一张还卖 但是我跟你讲 你这个留两张 你要忍受他怎么样 我有跟你讲过 你要忍受他拉回来 你要忍受他拉回来 好 各位 我跟你讲 3450为什么杀 各位投资你看一个 周KD 到达高档 各位你看一下这个地方的周KD 有没有 这个地方从 152块半 跌到多少 96块半 这个KD到达这个地方就让他跌了怎么样 跌了将近60块 你认为 这个涨到更高KD指标更高 你认为这个不要修正吗 好 但是我跟你讲 各位 昨天 国具 他用的KD跟我不一样 你看 周KD处在低档 这个地方 红D做买进 好 你看一下2383 这个周KD 在低档 红D做买进 但是你看一下 大盘 周KD在高档 要交叉 往下 然后你再看一个 日线 KD牛背铃 所以昨天很抱歉 昨天 昨天我解盘非常精彩 那很抱歉 我们 刚好上网的 这个一个网络电视卡住了 所以不能看 那我们早上来 马上 传给口子 但是只有一千多人看 其他 四五千人都没有看到 我跟你讲 很可惜 我昨天跟你怎么讲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我跟你讲说 道琼德国日本 处在高基期 香港处在低基期 纳达 费办 加钱处在高基期 上海处在基期 好 原先的看法都没有改变 这个 拉回20268到19706 你要注意他的卖点 这个地方好 这个等下弹上去 这个地方可以拉回来 拉回来 第二次脚 上去 再来你看一下 上海一股 跌到怎么样 3327 对我跟你讲 我有话给你看 这个等下弹上去 然后再这样 第二次脚 那这个地方就长真的 好 你看一下 有没有 第一次脚 弹伸上去 你要等他怎么样 拉回来 第二次脚 好 对不起 拉回第二次 所以你附身也是消费股 你要注意 比如说消费股 有一档股票很强 8404 我给你讲说 不要追高了 因为他利用 分盘教育的时候 先拉升上来 懂得你是不是 人家先上教了 你这个量不要追 一定会回档 好 那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 也是利用怎么样 分盘教育先拉上来 这个量不要回答 那各位 明天 你优先注意 这两档股票 2929 84 29 好消费股 跟你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投资你注意一下 我昨天跟你讲什么 很重要观念 各位 我跟你讲说 大盘 昨天 这是话到昨天 所以昨天很多投资的没有看到我的网络电视 因为我们卡卡住了 没办法上传 所以很跟各位投资人说声抱歉 很对不起 你没昨天没有看到这个节目很可惜 我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出现怎么样 熊背铃 这个地方出现熊背铃 这个地方出现熊背铃怎么样 大跌 你认为这个地方出现熊背铃 不需要跌吗 好 但是各位投资人这个当时是受到日币 日币 大幅升值 因为央行调高利率所以日币升值所以 这个地方这一天跟这一天这一段是多跌的 正常应该是修正到这个地方 等内上 所以我跟你讲说这个地方熊背铃所以这个地方有一段怎么样 正常的修正一定要回档 好 再来你看一个 周KD是不是处在高档 各位 周KD处在高档 而且 日KD出现熊背铃 你认为怎么样 一定跌 我昨天跟你讲一定跌 好我们再跟你讲 道琼 是不是出现熊背铃了 日线图 再来道琼做先徒是不是出现高档 所以我跟你讲 我昨天也跟你断定 道琼一定要大跌 好我们看一下 昨天 跌409点 盘中跌了将近650点 有没有 黄老师跟你这样断 你 都跟台湾的熊背铃日线是熊背铃 周KD在高档 好你再看一个 NASTE指数熊背铃 你看一下周线图高档 所以跟你讲 NASTE指数将来一定会大杀 各位我们看一下 昨天盘中跌的将近500点 为什么这样 所以我 在我所有资料昨天我 把所有资料都看过 我跟你讲说国际股市要大跌 好 那这个地方我刚才前半盘 货办长跟你讲说什么意思呢 香港跟大陆股市处在低级级 道琼 NASTE指数 德国 日本 处在高级级 人家香港 恒生处在 这些高级级 好 再来 香港恒生指数 KD 日KD处在低大 那 国际股市的 日KD在高档出现一个熊背铃 而且怎么样 做KD处在一个高档 所以股市一定会大跌 好 那我跟你讲说今天为什么要跌到23200到2320呢 因为 昨天跌了200点还不够 那如果今天只小跌30点或者小涨30那我跟你讲明天的缓弹 短命 他一定要杀到怎么样23200到23140我跟你讲的23200到23140才会 出现像样的缓弹 所以我跟你讲 明天 会缓弹 而且怎么样 可能缓弹 还 还不错 但是缓弹上来 各位 你注意 细光子 除了 硬太 细歌 台新歌 除外 其他的细光子 弹上来 我跟你讲 一样 你一定要卖 机器人 弹上来 你一定要卖 再来 高 高估的设备股 你弹上来 一定要卖 重电股 你弹上来 一定要卖 譬如说怎么样 昨天 华城 弹上去你不卖 各位 华城 15 19 对不对 昨天高点到多少呢 614 昨天我跟你讲 我预测高点 在615 到621块 如果有弹到那个地方 各位 你套住人一定要先卖 615块 结果他怎么样 他没有来到612 我知道 这个 这个阻力有在听我的音 我昨天就讲了 华城如果弹到610块 到622块 或者623这个地方你绝对要卖 结果他只弹到怎么样 614 614 各位 今天说多少 昨天 1513 1514 我跟你讲说高点 谈到多少呢 121块 到123 你绝对 套座你一定要卖 结果高点昨天 谈到多少 121 他就只到 一估的121到123 没有碰到123 他就不敢拉 为什么 因为这一些股票高 好 所以你要选择怎么样 大盘KD高档 最八里 大盘周线图高档 所以你要找怎么样 找 业绩非常好 周KD处在低档的五谣 来买 好 所以昨天我给你起例 各位 你看一下 对不对 国巨 周KD是不是在低档 交叉 各位 交叉之后打 交叉之后打扎 这个交叉之后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一波投信外资大卖 太好的 筹码换手 好 再来我跟你讲台光店 UBER KD是不是在低档 各位 这个KD在低档 周KD 跟这个 不同 这是高档 要交叉往下 你看一下 对不对 好 各位 台积电日KD牛背离 而且怎么样 周KD处在 高档 可是你看一下 国巨周KD 是不是在低档 而且 业绩非常 本利比比他们低很多 台光店周KD 是不是处在低档 好 再来看一个 劲顶周KD 是不是处在低档 各位 好 再来你看一个 金像店周KD 是不是在低档 好 再来光宝科周KD 是不是在 中低档交叉往上了 各位 金居周KD 是不是在低档 各位 提位息周KD 是不是在低档 好 我跟你讲说提位息 我昨天就跟你讲 怎么一讲 各位 提位息 周KD 是不是到低档 好 我们再看一下 1514 1514 周KD 是不是到达低档 我给你看 对不对 同样是 周KD到达低档 有没有 军居 提位息 是不是周KD 也到达低档 我们就用这三档股票做 做比较 金居 提位息 雅利 周KD 都到达低档 技术美来看 都是有利 可是 提位息 金领EPS 5块4 金居 金领EPS 4块 亚利金的EPS 3块8 3块8的股价 昨天在怎么样 121 4块钱的股价 在60.8 5块4的 EPS 在60.8 基本面 有缠吗 不缠 所以我跟你讲 重电股 短线会缓弹 可是他跟其他的 比较 比较起来还是严重 高估 我跟你讲说 1519 今天要调降裁测 到达 到不了14块8 14块8昨天在怎么样 600多块 今天500 还是高估 14块 到不了14块8 你看一下 国际金领EPS是怎么样 42块 股价比他来的低 那你要买什么 各位 我跟你起立 投资人就动了 所以昨天我跟你讲的 所以很多投资人我把这个观念讲出来之后 大家才恍然大悟 所以今天 我跟你讲为什么重电股会杀盘 重电股我相信主力 我跟你讲 操作 华城跟亚力的主力有在听我的语音 否则昨天 那如果他没有 听语音也透过别人听我的语音来跟他讲 否则 亚力不会 所以真的121到123他就过不了121他就杀下来了 华城615到623 结果他拉到614他就不敢拉了 因为怎么样615我跟你讲 甚至我跟你讲 那个地方可以怎么样 可以怎么样 可以放空 所以他不敢搭 各位 这样搞清楚了 所以明天各位会出现 强力的缓弹 但是我跟你讲 细光子 高股的设备股 机器人 重电股 有些会缓弹 那缓弹一样有些会做的 让你们怎么样 我 6404 让你们怎么样 动为调 各位 怎么样 动为调 就就像我跟你讲 2359好了 用2359来讲 让你怎么样 动为调 以为要长了 我跟你讲 这个都是假象 因为他严重的高股 所以有拉上来 各位 都是卖 所以明天一样 机器人 重电股 细光子 还有高股的设备 会像这样 有些拉上去 一定会被人家打回来 那些上去你红高还是要 那你要布局怎么样 业绩非常好 KD指标 再抵挡的 好 再来 我们跟你讲这个观念 那再来我跟你讲说 台湾一定要修正 为什么 这个市值超过 GP200 这个超过300 台湾核德核能可以这么高 你不觉得怪怪的 你没感觉都不对 你还在跟人家 细光子细光子 重电 重电 设备股 设备股 机器人 我给你讲 那些全部是骗人的 就像怎么样 重电股 全部都是骗人 当时炒作上来 把重电股讲的怎么样 多好多好 各位结果现在呢 把重电股讲的多好多好呢 尤其怎么样 电视台 我讲某一台 我直接点名就好了 尤其57台 台湾中的分析师 很喜欢讲重电股 都杀在欧白宫 或者你怎么会套带 800块到1030 或者你怎么会套到怎么样 市电 280 到354 结果现在有没有 有没有人理你了 不理你了 因为这些股票高股 还要一直跌跌跌跌跌 我跟你讲 所以 你觉得这个合理呀 这是常态吗 我跟你讲这个绝对不是常态 那哪些股票严重高股 各位 你看 我们看下去 这明天再讲 明天再讲 各位投赞 所以各位投赞 你红帝要布局怎么样 低档的 注意一下 汽车股 吉利汽车 好我跟你讲说 有没有 汽车股当时所有分析师说怎么样 台积电看坏车电 就认为车电完蛋了 有没有 对不对 好今天我们看一个 消息出来了 得益以后利为什么又有预期 因为大陆的关系 大陆关系 结果 台积电 华收会 跟我们讲说怎么样 车电不好 全市场所有分析就认为车电都不好 我当时跟你讲说车电不好 是欧美不好 大陆好 大陆好 果然现在证明是我的看法是对的 好 那为什么大陆好 各位 当时 如果你有看这个就知道了 不好在哪里 不好 在 美国跟欧洲 好的 这个库存是不是下降了 所有 全市场都分析说都不研究 你们只相信台积电跟我们讲的 就是对的 我跟你讲台积电有时候也会错 因为台积电他们出货都出在怎么样 欧洲跟美国 他很少出货在中国大陆 结果他大陆就不讲 他跟你讲说 美国 欧洲很坏 确实 这两个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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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美 中国大陆 所以各位 汽车 汽车令组件 汽车令组件 1524 各位 为什么投信再开始买了 3715 为什么投信开始买了 那我跟你讲 那我跟你讲 1522 我跟你讲的 投信卖 再等一天 他一样周KD在低档 周KD 桌在低档 亚利周KD也在低档 军居也在 多KD在低档 同样多KD低档 可是 TVC EPS5块10 60.6 亚利 EPS3块半 在110几 金基 4块钱 股价在 59.9 各位 你要买金基 TVC还是要买亚利 答案就很清楚了吗 所以跟你讲亚利 一定还会带跌 而且我跟你讲 拉上来 重电股那三档股票 各位 你将来一定会看到他很可怕的 跌势 所以我当时在讲重电股 各位投资你要小心 还有人 打电话进来三次 在抗议我 老师不要讲重电股了 你不要讲重电股的坏话 我真的是很生气 而且他一肚子气在肚子里面不敢讲 所以当时我才重电股怎么样修正 当冲 因为我要救投资人 可是投资人 不让我救 我真的很生气 我真的很生气 结果电视台那些分析师 讲重电股现在 不理你了 都不理你了 但是我跟你讲 重电股会缓弹 缓弹上来 你还是要卖 甚至缓弹到某一个程度 我跟你讲可以放空 那细光子 高估的设备股 机器人尤其机器人 真的都是乱炒 乱炒 今天我跟你讲一个观念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这个资料 我跟你讲市场上 所有分析师当中 我今天跟你讲实话 我都我只会看两个分析师讲 哪两个 有一个叫做乞博 他是谁 电机博士的那个人真的很懂 我那个电 对电子业的非常了解 而且了解了什么 很拓彻 曲博 分析的我会看 还有市场一个分析师 我昨天看到以前我也看 我也看他的分析 叫做什么 陈正华 我觉得陈正华应该是谁 协电机的应该还是协电子这方面的 所以他对这个怎么样 所以这两个人 曲博跟陈正华 这两个都是学怎么样 应该是学电机的 曲博是电机博士 所以曲博的节目我一定会看 那陈正华的节目我一定会看 昨天他分析的GB200 跟我想的都一样 一个台积电也受益嘛 他没有列出来 那国际也受益 因为随着怎么样 电源供器台达电光宝 搭配台达电光宝出货 还有机壳 机壳琴城他没有列出来 这个伺服器 量产最大 这三档股票 各位你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跟你讲说 广达 你 二分之一 舍不得卖 你留二分之一 那如果你舍得卖 你全部打卖掉 那下来再回播 好各位 目前什么股票最低估 我跟你讲 这个区块全部高估了 这个区块不用看了 我跟你讲 这个区块不用看了 你要看怎么样 这个区块 高阶材料采用 上升毛利大升 这四档股票 确计 一定有大行情 这个也收益但是还不明显 所以这个短打 另外一个电源工具 我跟你讲台达电本利比较高 你锁定在光宝科 那最近散热 我跟你讲 本利比较高的双孔齐孔 所以他怎么样 他一定会短 再来回相信 这一档股票你要注意 那 最大的量产就是收益股 这三档股票 各位 这回到某一个程度 还是要注意 但是我跟你讲 本利比最低 再怎么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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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广达 伪创 见准 红海 回到一个程度 也可以 各位 为什么这一些 我跟你讲说 为什么我一直在跟你们讲台光电 15 15.9倍 这28.5倍 差了一倍 各位 这个16.6倍 打电 打电 拉回到某一个程度 你可以注意 那再 再来 你看一下 国据 这本利比14.5倍 台光电15.6倍 贸联 22.2倍 各位 所以你就知道黄老师的 观念是怎么样 所以 市场上 只有两个分析师 分析的我一定会看他们的节目 一个叫做曲博 那个 那个人真的很厉害 那我们不是写电子的 我们写经济的 所以我对总经 驾轻就熟 各位 以前你们是常听我讲总经 我从总经来判断怎么样 大盘的方向 几乎 我不敢跟你讲说 每次都对 但是我大概 十次可以分析对八次 我本身是写经济的 所以对经济的架构 我非常的了解 但是我们对产业的结构 我们对电子业 我们不是向他们写电机的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两位 曲博跟从我介绍你们 如果他的有上节目 你们也可以参考他的说法 他的说法都很 真的准确性很高 各位 城镇化 昨天他讲到全部用这个出来 所以跟你讲这个区块你一定要锁定 还有光宝和国际 打电 红海 伪创 然后渐转 那这个地方怎么样 来回的一个震 震荡 那这个区块都高估了 这个区块不要碰了 不要碰了 跟跟投资朋友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订阅周刊加月刊各一年 优代价才1万元 搭配QLED75寸大电视 及5中立太空餐按摩椅 不用5万就可以将超级好礼带回家 包含安装及送货费用 机会难得赶快拨打 02-6608-2998 万宝带回家 财富就增加